當然現在 比賽當中大同隊陣同區相當豪華 安穎恩交給了Marco Marco小心能夠加速 裁判給12馬球 所以的是趙明修進軍內犯規啊 今天裁判是游明遜 趙明修現在過去的海冤 趙明修覺得自己好像有 去擋到了這一個有預測到位置 看一下 好 其實看起來這個球就是屬於 可能裁判他的一個權限喔 趙明修感覺上剛剛也幾乎到位 有點像是把 他是面對著球的情況 然後有點把去擋住了這個Marco的行進路線 好像不是說Marco已經要過他之後 他才靠過去慢一步的感覺 其實這個判法真的是 還是真的還是以裁判主裁判為主啦 那時候我們平常可能不是在現場 可能這樣不讓你清楚 好 現在來看一下Marco的左腳射門 在0比1落後情況下北市大同 還有這位超級洋將來射門究竟啦 1比1 平手 哇 結果這也是Marco在本季的 台甲聯賽呢 所攻入的第三個進球 其實他在開幕戰隊台電 另外呢在跟航員1比1的那場比賽呢 都有進球 只有在上一輪對Futuro的比賽呢 沒有進球之外 現在等於是開季四輪 進了三球也讓大同在開賽 第17分鐘回到了這場比賽 所以這也是Marco